單車靠著吊桿夾扣環 僅憑輪胎凹槽卡住纜绳 在两层楼高的空中跑 让人看得心跳加速 如果觉得不够刺激 还能挑战当人肉云霄飞车 在两百公尺距离 快速俯冲急转弯 肯定夏日除了玩水 现在还有高空新玩法 游客抢长鲜 人潮一波接一波 但传统景点却是冷冷清清 商家直呼活不下去 在吃的方面 大概有差六七层 肯定知名景点猫鼻头 整个上午空空荡荡 不见人影 自从陆克线缩来台 肯管出统计 今年上半年 肯定国家公园境内 景点总人数 与去年同期三百四十四万多人 比起来 今年只有两百一十一万人 大减一百三十二万八千七百多人 出现恐怖的雪崩石下跌 另外鹅兰鼻公园 今年人数比去年少了二十五万多人 差距最大的猫鼻头公园 则从去年一百零七人 到今年只剩近三十四万人 狂减七十三万人 两个园区加起来 就少了将近百万人次 游客不来肯定景点周边店家 除了假日还有些许人潮 平日几乎只能养蚊子 店家今年业绩只剩往年一成 业者呼吁政府要带头解决 肯定在游客心中 藏有贵的坏印象 并且尽快投入补助国内旅游 否则如果状况再不改善 只怕会越来越多业者关门大击 记得张春华 陈昭谷 评论报道